各位老詹我來到久違的馬祖 據說聽說有人說 現在的馬祖不僅玩法不一樣 連吃法也很不一樣 到底哪裡不一樣 來 咱們跟著地頭蛇 給他走一走 瞧一瞧 漂亮 現在因為 船還沒有開動 所以你看 都沒有客人 所以這我們就比較好 你看 他可以充那個USB 還可以充電 所以他是舒服的啦 他整個這個座椅 他不就是豪華經濟商嗎 他總共有多少 有298個位置 你看這邊 逃生的地方也是講得清楚 船長嘛對不對 對 太年輕了 我可以幫你們介紹一下嗎 好 我大概已經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椅子的部分 這個是幹什麼 這是我們服務台啦 這還有服務台 對 就是我們船會有服務人員 什麼情況會找服務人員 就船上乘客 嘔吐不舒服的時候 對我們看都會有兔袋 對 可能有什麼需要啦 然後旁邊我們 都有設計服務林 然後按一下 然後我們架材就會知道 就會通知 去看看有什麼需要 我們就會幫他 有點像飛機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 是 是一年四季都有嗎 我們這個航線大概到九月中 就是九月中就停了 為什麼 因為準備進入東北季風 東北季風台灣海峽的浪 是比較兇猛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幾月到幾月 我們是大概四月到九月 所以半年左右 對 對不對 那每天發嗎 呃 基本上是每天 基本上每天 可是到我們這個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稍微減班一點 喔 對對對 那原則上是希望是每天嗎 對對對 那一天幾班 一天就是來回一班 因為我們是三個小時 然後我們都是在 白天的時候 所以 所以差不多就是十點出發 對對 十點出發 然後一點到 然後下午三點 從馬祖回來 然後六點到 對 我說真的耶 如果你住台北港 對不對 兩個鐘頭你可以去 三個鐘頭你可以去哪裡 頂多台中 我到馬祖 對不對 而且高鐵 有沒有 一日生活圈 現在 四月到九月 一日生活圈 對不對 台北港 這跟大船比起來是會比較好 因為 他的優勢是 他為什麼快 因為他輕 對 他輕的話他吃水比較淺 然後他 因為他很快嘛 所以他 就是 有一好沒有兩好 你要他 穩的話 他就是可能就是 吃水要深 然後速度就會慢 所以他是 他優點是輕快 但行徑中還好啦 行徑中還好 就是 看每個 因為 怎麼講 會暈船的人 就是會暈船 然後 我已經試著要幫他了 他就是老實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沒有關係 起碼你想要暈船六個鐘 跟暈船三個鐘 你要選擇 對對對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吐一吐 長空腹部轉動 對不對 那待會 我去準備一下 好好好 可以去船長次跟你講 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我坐在這個地方 已經坐了大概 有一分鐘左右了 船長 你都不用動手 我們現在開的是 自動導航 因為感染很大喔 然後我們自動 螃蟹 對 就是 就是衝回馬祖了 自動導航 啊 你有需要按什麼嗎 有有有 現在我正好怕 關鍵好怕 我現在是手動 我正式手動 對對對 就是改變左右方向 喔 這樣子 現在也沒有那種轉的那種 有有有有 哈哈哈哈 他可以隨時切換 喔 對我們 我們進崗的時候是 我先把自動導航開啟 好 再看 我們進崗的時候 我們再切換成另一種模式 就是 練這個 他是 一艘船的造型 他可以 就是 讓船360度去轉 就是 你這樣子的話 船就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船就要看對 這樣子 他是一艘船 對 那你從現在切換船 那你等一下 你現在是自動嘛對不對 對對現在 那那個那麼低你怎麼轉 這個 這個 就把 這個 哈哈哈哈 那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就是 大海 就是放羊 我們現在就是 高一點 然後 試腳會比較好 船最討厭的就是 船沒有煞車 喔對 對不對 你也是要引那個 那個 那個螺旋獎要回 打回他再停嘛對不對 對 怎麼講 開船可以 很簡單也可以很難 因為很簡單就是 因為 海上面很大 不像開車一樣 路上都是車 然後你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然後海就是很大 所以 像這樣開船 就 大家來這樣 都其實都會操作這樣 開會嗎 船難的地方就是你在 就是 會有很大的浪 你要如何去切浪 然後 你在進港的時候 你遇到 風很強的時候 風會吹著你的船 因為船你沒有辦法 你進去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煞車 對 所以你要提前做好很多 就是 要預留很多 空間 對 我真的都沒聽不懂 對不對 但是說真的 坐在這個地方 感覺上不是不一樣 這時候 你該拍一張 我在船長室的照 你可以拍嗎 可以 來喔 我又坐在船長室 好 我可以留定一張 可以 要不要加個LINE啊 對不對 你願意跟我加個LINE嗎 可以 可是現在網路 我們這個船長 特別就是 它有衛星網路 就是 我們在海中間 其實是沒有訊號 收訊的 然後我們這邊會有 就是額外裝的衛星網路 就是連WiFi 可以嗎 對對對 可以連WiFi 如果你在家裡面 看到類似像這樣的牆壁 你一定想說是 避癌 或者是不好 但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有這樣的東西 對我們現在要介紹的產品 特別好 是什麼 像這個 我現在人在馬庭 大家都知道 所以到底這個東西跟馬庭 還有這個牆壁的東西 有什麼樣的關聯 不用擔心 我不懂 但是有人可以問 對 來 我說經理 這是 算是發酵式嗎 這邊是我們的發酵式間 發酵間 對 所以牆壁有這樣的東西 反而是好式 代表通訊裡面 有很多好的優質液菌 好的優質液菌 好的菌塞滿了 壞的菌是進不來的 你不要想說 我這邊菌 然後這邊菌 然後這邊整個沒有 整間都是好的菌 我跟你講壞菌 一顆都進不來 是不是這樣 是的 那現在這個是 當然是二針二釀 一道的工序大概是26到28天 這一整批高粱要經過兩次的發酵 第一次發酵 我們來的時候蒸6 就出酒了 對 剩下的這個 裡面還有很多澱粉 我們會再把它撒取 然後再布置 再一次 再發酵一次 對 那這樣兩次出來的酒會不會不一樣 會些微的差異 我們馬祖因為天氣比較冷 然後加上我們長期的供應 都是鐵取金桶 那像有些酒廠會做到三針 三針 有些會做到四針 四針 第一道跟第二道工序 出來的酒池不一樣 你會把它混在一起嗎 還是 我們會去勾調 就勾兌這樣 對 作為我們的雞酒 我們想到高粱 第一個想到 說真的 你不要介意 一定想到是新的 但我告訴你 我有很多朋友愛喝高粱 都說馬祖的高粱非常好喝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認識一下 馬祖的高粱酒 它現在是蒸完米了嗎 對 它那個不是發酵完成的 發酵完成了 它蒸了沒 還沒蒸 還沒蒸 現在已經在上蒸了 它裡面其實不是只有高粱 對不對 還有蕎麥 還有什麼 沒有 我們的原料只有 薯料裡有蕎麵 那沒有別的嗎 沒有 發酵的話 我們吃的料是大徐 大徐是蕎麥 其實它裡面的料就是 小麥才高粱 它都是用這樣 一口一口慢慢炸嗎 對 才能夠保持它的出口 機器跟手工的差異最大就滿了 機器它沒有辦法 看它氣往哪裡出來 我們要壓它的氣 很平均就對了 對 因為壓它的氣 你看這邊有氣 我們就要把它氣壓 你要看它有氣出來 你往那邊撒就對了 可是你不能太用力 有的時候氣 太用力它 結果整個就很有了 沒有了以後它 整個桌子 整個高粱就... 比較產量沒那麼多 你在這邊做這件事情 做了多久了 30年 30年 但你經手過 有失敗過嗎 有啊 當然有啊 那失敗會怎麼樣 其實一滴酒就沒有 一滴酒就沒有 一滴酒都沒有 對啊 這麼多呢 對啊 一滴都沒有 正常產量大概在七、八十分生 你如果繼續做 可能就一滴都沒有了 它那個爆鍋就是 蒸氣燜在鍋裡的硬子 你把這個飯給它 只把它爛掉 雖然它可能酒也出不來 煎料也沒有 我們看到這樣這個 其實就是要放那個碼力 然後看到氣溜那邊 那個碼帶這樣 不能太緊太用力這樣 所以你要這樣用灑的 對 所以你看它是要平均的氣上來 對啊 這一鍋 這樣直接二三十萬了 你之前一滴都沒有出來怎麼辦 沒有辦法 那邊也做了 對 這是經驗啊 那現在這個做完下一個是什麼 三萬洲這個料 大概還有五十八以上的 震哪裡震 這個就是那邊震 在這邊震 對 你剛剛看到那些氣就是 就是九了 它很嗆 我一開始有頭髮 甲骨頭髮 甲骨頭髮 九頭 你把它掐掉 身後大概八十二度 我們只會一步切一下 出來了 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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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大概六十左右 它 倒了 成分子裡 這個搭出來大概六十幾 這是色酒精喔 對 我們這個酒精 這個月 現在應該六十幾 而且在曲線 一般 六十幾 倒回去 現在在兩年 就打到七十幾 八十幾 這有耶 現在這個酒是最好的部分 你們有沒有看 這鍋頭 對 酒池最好的部分 這是研究不佳優純的 它水路純又很軟 那後腿 對 尾尾的甜味 你看 還有涼情味 甜 這個沒有空間 不辣 是 不辣 這不辣 這不辣 它就是 你知道酒精濃度很高 因為它揮發在你嘴巴裡揮發得很快 但它沒有那種辣的那種 沒有那個 摟起來也都覺得 像是吹過酒 有 然後最重點是 你的身體沒有去抗拒它 對 我覺得是時候 可以開始準備來收馬祖的高粱酒了 對啊 酒廠造訪至此 老張我才想到要收藏馬祖高粱 恐怖的事情就發生了 劉總 竟然要帶我到他收藏馬酒的地方 這怎麼受得了 你看 我們要決定要不要收馬上 好不好 你以為這是酒鑽嗎 不是 劉總的辦公室 我這邊算一算 這就是歷年來馬祖曾經出過的酒 對 應該不止吧 這些是我們現年的 然後有一些是紀念性的 有一些是主題性的 然後還有一些藝術品收藏 還有一些是喝過的 對 目前 劉總是介紹這兩個給我 對 這個是我們南竿廠生產的 那我們馬祖酒廠都是 台灣最北邊的酒廠 那我們有兩個廠 一個是南竿 一個是東銀 我們現在用低度數的開始喝 這低度數這幾度 這個45度 這個是我們酒廠的那個藏心商品 對 你拿去凍嗎 凍 像我們的這個動過之後對不對 對 像一般的話 我們品酒都會先上下手上的藥 為什麼 跟葡萄酒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些香氣元素 會浮在上面 那你喝的時候就會有浮 就是不均衡 然後你看我們在倒酒的時候 它是完全不會有水花 還有聲音的 你看 是因為技術嗎 還是 它動過之後 因為它的酒體很飽滿 所以它裡面的紙含量很多 然後倒下去跟酒精膏一樣 有沒有 對啊 有沒有 它不是水喔 跟捐絲 這個這個 絲綢 絲綢一樣的 對 柔柔順順的 好 這邊就敬大家了 來… 謝謝 走一個 走一個 很好喝耶 我們這個叫中式白酒 中式白酒 比較搭配我們台灣的食物 比較清淡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台灣的食物 其實滿適合 味道有一點微微甜的酒 對 這個喝了第二天還可以上班 頭也不會痛 那為什麼我們蒸餾酒呢 喝了頭不會痛呢 它在蒸餾的過程 把一些酒精 把一些揮發性比較低的 譬如六七十度的甲醇 對 或者一些雜醇類的東西 把蒸餾電揮發掉了 對 所以它裡面是去無存清的 只有保留香氣 這又不一樣 這也凍起來 也凍 事實講你 在麻糬這邊喝塵膏 或是一定要喝凍的話 夏天 其實像我們冬天 溫度就已經很低了 對 五度、八度 那你就喝常溫就好了 這也好喝 風格是不一樣的 更甜一點 酒精度高 它會有一個厚勁 如果說你要真讓我去形容它 對 它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高浪酒 但它又增添了一種柔順感 對 那個柔順感是讓它覺得很溫 接下來要介紹馬祖珍的喝法 是的 先介紹一個全台灣最好喝的 深水炸彈 深水炸彈 我們倒是滿常喝的 但是從來沒有這樣的煮過 從來沒有加過馬祖的 來 因為其實你可以感受到 我們高粱酒的甜味很重 所以它會把那個啤酒的香氣 帶上來 來 澎下去 這個深水炸彈 要放 還沒 就整個要喊一下 OK 好 咬一下 來 試一下 試味道 好喝 有沒有 甜甜的 然後又有花果香 這要是現在的明星人講說 就是Major 所以這個女生喝的會覺得很好喝 是 厲害 厲害 第二種 盒子潛艇 來 來 先把高粱搭下去 好 一樣小杯子 所以會一直活得不耐煩的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風啊 好 那就是另外一種風味 來 試看看 別有人看風味 你剛剛眉毛揪起來是不是 沒有 沒有 這個就拚酒的時候用的 拚酒 拚酒 所以真的是麻醉也是這樣 喝高粱的我剛剛 我看到那種很冷喝 就這樣然後這樣 對 但那個都不會醉嗎 會醉 對啊 但是是很舒服的醉 有這種是 有 全身就軟綿綿的 然後很好睡 不會失眠 OK 沒有 原來 我是適合喝美酒 提醒一下 好東西也不能喝過量 老三我就此打住 咱們來去獅子市場 看看尋常百姓都吃啥 看我這身打扮 告訴你說我去踏浪你相信嗎 不可能 我怎麼會踏浪 這個 防水 好不好 這邊要跟我的好朋友相見 他已經來了 有看過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以前曾經帶我去看過 藍眼淚 上一次 沒有想法 上一次 結果他帶我去看藍眼淚 我跟王福利騎重機來的時候 但你可能覺得很好奇 有點面身對不對 因為他胖了 胖了幾公斤 我胖了大概至少有8公斤 你看 對不對 但沒有關係 胖代表我記好 我可以坐你的眼神嗎 沒問題 那你覺得我要坐後面還怎樣 這個 我這樣是不是太想想一人了吧 好了 出發囉 出發 第三次 第一次在墾丁 第二次在日月潭 這次是在馬祖 沒錯 第三次就讓你來體驗馬祖 對啊 讓大 讓大嗎 不會 公平讓進 公平 就公平讓進 沒錯 好吧他這麼講我們就公平讓進 這台我的 沒錯 這台你的 對不對 那我們來這邊幹嘛 來 我們來馬祖這個地方 我們馬祖娘娘就是我們的地標 所以我們要海上看馬祖 再來就是來這裡啊 一定要看馬祖海上的夕陽 海上的夕陽 沒錯 當然太陽一落下的時候 這邊的夕陽 晴空萬里非常漂亮 他的射溫非常的美 好 出發 GO 因為我們剛好現在正對的就是馬祖娘娘 然後你從這邊看就是一艘船 他在上面停這一艘船 然後你站在船上 對 那我們在每一年的那個 農曆九月角到的這個重陽節 會辦馬祖生裝祭 為什麼上面我們廟宇 大家都穿著神裝 風電式的獨裝 然後到上面 跟我們馬祖娘娘來做 這我上次是有來耶 也是 我上次騎重機的時候 你騎到上去 真的嗎 對啊 你有拍到很多魚嗎 有 冰箱魚 看起來肚子有點餓 然後熬湯煮那個海苔 海苔泡飯那些 我們冰箱魚是從 南野內寄的蛇座來 所以南野內的時候 這邊才會說 人家以前都叫 南野內叫冰箱水 你有沒有發現 那冰箱魚是很大 對啊 很肥對不對 他從四月來 然後一路吃到現在 是喔 也該要長大 然後我們為什麼在這個時間 要來馬祖的這個 沒有 就是這個神像這邊 因為他靠 夕陽落下來的時候 等於是在幫馬祖娘娘 投一個燈光下來 對 所以他的那個神線 他的立體感 就很明顯 這邊的角度很棒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 SOP也是希望 有這個夕陽的地方 來帶大家出去玩 有一種 不同的離島風味的感覺 而且有點像出國 出國玩的感覺 可以 詹哥好玩嗎 好玩嗎 好玩 但是他的那個 這個 這個跟我當時 在墾丁 這邊的浪會比較 大一點 因為今天 剛好是南風 對著它其實會比較大一點 準備要長 準備要長 而且我說真的 而且我說真的 你整個出去 在最愉快的情況 是怎麼樣 你們可能拍不到 這很可惜 他就是 整個丁香魚 就在你前面 跑來跑去 你就會很想熬湯 大概沒 只要出去的丁香 在前面大概是 七八四五六四在飄 沒有停的 好 不錯 但他這邊明顯跟那個 因為我去過墾丁 也去過這個 樂壇 明顯是浪子比較大 這個 聽說是你在賣的 是 是喔 你不是在做那個 SUV版的教練 尖職 對 我們媽祖很多斜槓機 斜槓 斜槓 那你本來是順 本來是開 砂石車 砂石車 我們家有砂石業 又修車場 媽祖這邊 我可以直接吃吧 可以 為什麼會想賣炸雞 我以前有開過飲料店 後來覺得 我們可以不吃飯 可以不喝飲料 但是一定要吃飯 就想說找個東西來 搭配我們的飲料 但有這麼多的東西 你怎麼會想要炸雞 因為炸雞 就是 網路上常常留言 沒有一件事情是 一塊炸雞辦不了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 就吃兩塊 這不是茅台嗎 沒有 現在是炸雞 現在是炸雞 炸雞 但是我們有把炸雞融合到 高粱融合到炸雞裡面 所以我們的 所以你醃的時候有放高粱 有 難怪有一個淡淡的高粱醬 我們是 18公斤的雞肉 配合一整平的 58度炸高粱酒 加進很好 就是 為了讓客人體驗不一樣的 對 所以現在環境已經改善了 一定要讓大家吃更好的 再來就是我們這邊 有很多阿兵哥 有軍人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有 讓阿兵哥 讓軍人 讓鄉信 有吃到更多的一些風味 因為大部分都是馬祖的特色菜 所以在以前沒有炸雞的時候 馬祖人都會從台灣帶肯德雞回來 但是自從有了地理的炸雞之後 馬祖人就不會再帶肯德雞回來 你們家的炸雞 說實話 它是好事喔 有點肯德雞跟胖老爺那一路的 對 但是我們是 是誰去偷學 我自己去學 有想法 我覺得很多 斜槓的人 他沒有想法 一直斷斜槓 他槓不起來 不是 他就是沒有辦法做起來 對啊 那但是你如果斜槓 但是你有想法 他事實上是可以再靠你自己的研究 因為說真的 現在網路也發達 對 對不對 對 不會做菜的人啊 或是只有想法看一看 他自己努力 應該都會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覺得說真的 有這樣的炸雞 誰都不會想要說 今天在馬祖可以吃到好吃的炸雞 而且這個炸雞裡面 它又有高粱酒去飲 你吃的時候 它不是那種讓你覺得 哇 酒也很明顯 它就是那種高粱味 在嘴巴裡面是很舒服 這是在台灣比較少吃到的炸雞 但如果你今天有機會來馬祖 有 我覺得它在店直接試一下 因為你今年來 他可能沒有準時 明年會準時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無視的速度料理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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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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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